一些边界效应是不清晰的 跟有些男生的动作比较随意 但是你内心是坦荡的 你可能有些行为方式不好 但我相信你内心是干净的 谢谢老师 其实有几点可以证明你 表面上说的自己特内向 特正义凛然 背后想什么自己心里清楚 第一 你之所以那样会去想 他跟别的男生之间有什么 那是因为你自己跟别的女人有什么 你才把别人想得跟你是一样的 但是他在我面前 就把手放人家腿上啊 那是啊 从我 我会想到他们认为 他给你改变了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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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我想先说一下 在刚刚听完几位老师给我说 我自己想了一下 你告诉我我俩在一起的时候 你给我说 你不想有一段 平平凡凡的恋爱 你想跟我谈一场那种 轰轰烈烈的那种恋爱 但是我现在听老师说 我感觉我俩的进展 可能太快了 我也不知道 我俩以后该怎么走下去 怎么走下去很简单啊 你喜欢我啊 你喜欢我我也喜欢你啊 那我们两个就应该在一起啊 但是你给我的感觉 而且像这些事情 你为我断了一些和别的姑娘的联系 也不是一件很让人觉得没面子的事啊 也不为难啊 人家姑娘喜欢你 你就不和她联系了 你跟她说清楚了 有那么难吗 我真的感觉 我俩在一起谈恋爱 节奏太快了 好 时间到啊 回去吧 谢谢两位啊 请回 要好就好好 好不好就算了 回回回 别纠结 生活还那么多事要做呢